大家好 YES老師第二本小數分數混合式成預算推出囉 我們趕快來看看裡面有什麼內容吧 我們增加了第一頁 使用詳細說明 自己的筆看機 連上我們的NewStudio 然後點時機右上方的影片鍵 就可以進入使用說明影片囉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總共有很多個功能鍵 那我們來一一介紹吧 第一個呢 觀看影片 第二個呢 是解答定證 第三個是共享顏面 那我們先來示範個議題 你點選右上方的影片鍵 它就可以觀看YES老師的講解說明 那看完之後呢 你練習的任何筆跡 它都會同步記錄在我們的NewStudio裡面 那在定證的時候呢 我們甚至還可以變換筆的顏色 然後去做一個定證的動作 這樣子呢 你將來在複習這些錯題的時候呢 就可以明顯看得出來說 我這個題目是初心在哪裡 那有什麼地方該注意的 它都可以將你的筆跡 非常的詳細的記錄在我們的APP裡面 那練習完成之後呢 你可以點選右上方的共享鍵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寄給媽媽或者是老師 就說我的已經完成了 那老師呢 他將觀念統整分成STEP 123 那請照的這個步驟 將每個影片都非常的熟悉看過 並且將筆記呢 可以記錄在下方的Note 這樣子呢 在日後練習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看你的筆記 老師呢 將這些題型分成八大題型 那記者一定要照著題型一到八 依序去做練習 這樣子才可以有效掌握 各個題型的技巧哦 那我們點選八十一之一看影片 記得將筆放下 記住老師的口訣 秘訣 解題技巧 之後呢 我們再開始進行練習 那翻到這一頁 我們就開始練習 練習完之後呢 你可以點選右上方的解答鈕 去看自己練習的解題技巧對不對 然後去做一個定證的動作 那如果說還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呢 你可以再點選右上方的影片鍵 再去做一個練習跟複習的動作 那用這支筆字會比好處的地方呢 你的筆記可以記錄 然後並且呢 如果說你有不同不懂的地方 想要看影片 你點十字二 就出現十字二影片 點105-1 就出現105-1的影片 非常的方便 那我們將這些一到八 都解決完之後呢 再進行施效補充的提琴練習 這樣子全部練習完之後 他其實是準備了一個 國中的計算能力 那練習完了就恭喜你啦 如果說還想要知道更多資訊呢 記得followYES老師的粉絲團 就可以得到最新最快的訊息囉 掰掰